近日,俄罗斯总统普英在俄罗斯在召唤论坛上发言时表示,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为俄罗斯创造极鱼之窗,俄罗斯将向中国供应大豆和禽肉等商品。 中俄为林邦国家,与中国地上人多不同,作为全球拥有耕地面积最多的国家,俄罗斯广袤的土地需要更多的开发。 因此,今年来不少中国投资者,奔赴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屁农场。 从有关方面的报道来看,目前在俄罗斯开肯农场的,主要是来自黑龙江一春、隋芬河、黑河、铜江、赫高等口岸城市。 而他们进入俄罗斯之后,也大多在临近中国东北的俄罗斯园工地区。 由于气候原因,种植的品种也都为大豆。 数据显示,目前俄罗斯全境内的农业用地总面积为1.68,1公顷,其中有近四分之一耕地处于闲置状态。 远东地区有数百万公顷的土地长期租给外国人,为公顷租金50卢不约10元人民币, 而远东地区总共有20万名外国劳动力,其中约40%是来自中国。 但是,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小麦出口国,俄罗斯此前一直在积极推荐关于小麦对华的出口业务。 包括在2015年中俄双方签署俄罗斯小麦输华植物简易要求议定书。 直到2017年才由中良集团进口500多俄罗斯春小麦,经过2700公里长途跋涉,顺利抵达内蒙古自治区满洲离口岸。 当然,随后通过多方努力才发现,其实,中国缺的不是小麦,而是大豆。 随后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,在2016年普京正式签署法令,除了科学研究用途外,禁止在俄罗斯境内种植转基因植物和饲养转基因动物,并全面禁止进口转基因食品。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,2016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规模大幅增长,达到22%,同时,俄罗斯农产品是年来第一次实现对华贸易顺差。 目前,中国也已经成为俄罗斯食品的最大进口国。 另外,虽然目前俄罗斯大豆产量仍比较有限,目前年产量仅有一百多万段,但由于其耕地开发潜力巨大,包括依托中国市场成长为全球粮油巨头的新加坡风一集传,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商机,计划在俄罗斯投资大豆生产。 而作为全球粮油市场新贵,客户内粮油巨头的中粮,也开始在俄罗斯开屁码头业务,计划加大对俄罗斯的大豆和小麦贸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! 哎哟!